当地时间8月4日 著名华人物理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正道 在美国旧金山的家中去世 享年97岁 李正道1926年11月24日出生于上海 祖籍江苏苏州 曾就读于浙江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赴美留学 在芝加哥大学 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菲米 之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高校担任教授 1957年 李正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 语称不守恒原理 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成为当时第二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 也是首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李正道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 在粒子物理理论 原子和理论和统计物理等领域 做出了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自1972年起 他多次来华奖学 为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宪策 为中国科学教育的战略布局 高能物理的前沿探索 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等 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正道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终身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名誉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李正道研究所名誉所长等 下坚試包 中文学库 最后啦 宣传地理学生